对 伯利的加倍 持戒 不杀生的功德力 念佛的诚心 使他能正常的生活 现在 这位博士还能到世界各地发表学术演讲 就连血液科医师都叹为奇迹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演讲 真是奇怪 您的身体竟然还能这么好 原来是医生您啊 你看 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 我当学科医师这么多年了 通常罹患这种病 大多治疗到掉发 嘴破 长驱疏血 天天得住院隔离 可是你脸色红润 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其实 这都是佛法的妙用和力量 杀生有杀生之恶果 放生有放生之善缘 佛菩萨从不辜负任何一个虔诚的人 当初你宁可放弃自己的学位 也不愿杀害那些老鼠 我想就是你这样慈悲的心 才让你得到现在的成就啊 其实 那些老鼠的生命和我们一样珍贵 如果平时我们用很少的钱 就能免除动物被捕杀的恐怖 放它一条生路 为什么我们不肯做呢 当你突然面临死亡 到了人生命中的那一刻 即使有再多的钱财 再高的学位 也无法买回一分钟的生命 同理心啊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将心比心的 慈爱所有生命才是啊 小小画眉 舍灭旧子 2007年8月3日 在四川成都城新路边 发生一件令人动容的悲剧 而这场戏的主角 却是三只画眉鸟 那天上午11点多 市民张先生在经过城新路城市银行的时候 看到一幕让人好奇的景象 咦 张先生看到两只画眉鸟一直在摩托车道上盘旋 且离地面距离非常近 大约一公尺高 并不断试图往地上俯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先生非常好奇 走进地面一看 只见一只鸡蛋大小的小鸟躺在路中间 翅膀上有明显的血迹 看起来奄奄一息 原来它们是想救它啊 喂 别站在马路中间 太危险了 这里有只受伤的小鸟 哦 这只小鸟可伤得不心啊 看样子 这两只大鸟应该是这只受伤小鸟的父母 它们不过安危地飞来飞去 很可能是在提醒司机不要压的小鸟 嗯 很有可能 这时候 两只画眉鸟往下俯冲 很快地飞到小鸟的身边 便快速地伸出爪子 牢牢抓住小鸟受伤的翅膀 一左一右 合力把小鸟抓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下 它们想干什么呢 它们是想把这只小鸟带到安全的地方吧 真不可思议 鸟带到小鸟飞上树梢 而鸟妈妈则仍然守着孩子身边 并用嘴不断地舔着小鸟翅膀上的血 小鸟艰难地吃完虫子 鸟爸爸来回两次飞上树梢叼回虫子喂它 小鸟吃了三只虫子后 鸟爸爸和鸟妈妈便又用爪子一嘴一用抓起小鸟 试图将它送到大树上 它们是想把这只小鸟带到哪里呢 它们应该是想把小鸟带到树枝上吧 那么高 它们带着小鸟能飞上去吗 两只大鸟抓着小鸟吃力地向上飞着 可距离树枝还有很大一顿距离时 两只小鸟因体力不支又掉了下来 两只鸟剧烈地呼吸着休息了一会儿 又一次抓着小鸟飞了起来 可是还没飞到树枝那儿又开始往下掉 这两只化眉鸟如此反复了五六次 因为数实在太高了 它们怎么也无法将小鸟送上去 但是它们却仍然不停地尝试 它们这样根本不行的 它们根本无法带着小鸟飞上树枝 明知道不行 它们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努力尝试 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爱的力量 我必须要去帮帮他们 两只鸟正在那里剧烈地喘息着休息 小鸟站在那里毫无力气 张先生走过去后 那两只鸟立刻警觉地起来 直直地看着张先生 并发出阵阵叫声 不要害怕 我不会杀害你们的 我是来帮你们的 两只鸟似乎明白张先生在说什么 它们停止了叫声 但仍警觉地看着它 然而过了一会儿 一只守在孩子身边的鸟爸爸鸟妈妈 又开始行动了 它们凑在小鸟身边叽叽喳喳大叫一番 然后由鸟爸爸第三次抓紧孩子的翅膀 它们又想做什么 可能是想飞回鸟窝吧 不过它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很难飞太远的 然而不幸的一幕发生了 在快要到达时 鸟爸爸终于体力不支 不小心松掉了爪中的小鸟 只听见通的一声 小鸟直接摔在了马路上 啊 不好了 小鸟掉下来了 两只大鸟疯狂地叫着府中下来 停在小鸟身边 不停地用嘴轻啄着小鸟 可是小鸟却已一动不动 两只大鸟守在一旁不断哀嚎 声音中充满激励 它们的翅膀也在不停颤离 眼神中洗碗杯上 最后 张先生不忍再看这杯上的一幕 便将小鸟送到附近的花园 吐善安葬 谁到君生性命危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此在朝中盼莫归 希望这只小鸟能够得到安息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爱护小动物 不要伤害他们 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有父母儿女在家 期盼着温暖团聚 现场倒数 5 4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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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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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有一个小和尚 有一天他跟他的老师傅 冬天下雪下得很大很大 然后呢我们出家人很慈悲 供完佛的米都不自己吃的 给谁吃啊 供完佛的米或是食物 对都是给穷人给小鸟 给流浪动物吃 所以同学们以后阿公阿嬷在家里供饼干 你们就这样旺旺饼干 供佛的最好你拿去给流浪狗吃 给小鸟吃 这个才叫慈悲 这个叫什么来 上供三宝 下施众生 像我们做普渡那个桌子 有没有来参加过 一千多桌 就把那个桌子都送到老人院 贫穷的 那有些东西把它烧掉 不是给鬼到吃 鬼是吃什么的知道吗 对吸味道 吸味道 所以阿公阿嬷拜好兄弟 要不要在外面点香啊 甚至要不要烧金座给他 烧金座虽然不能超度他 但是鬼会觉得说 你给我钱对我很好 有些鬼还喜欢喝米酒 所以他们烧金座给他撒个米酒 哦 让你喝哦 那个酒烧到金座会不会很香 他们就闻到那个味道 所以他们是吸味道的 所以他们老和尚 拜完佛的米就给他撒在外面 因为有雪嘛 所以他们把雪挖开 让那个土地石头跑出来 把米放在上面 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才能够让米 那个小鸟看得到 所以很多小鸟就在那边吃米 结果那一位七岁的小和尚 看到那小鸟在吃米 从地上拿了一个很大的石头 把它砰 丢过去 丢过去 结果老和尚看到了怎么样 啪 怎么骂它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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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啪 tirar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出家人 怎么可以杀神呢 小鸟在吃米 怎么把它丢失去 啪 其实啪 扒下去 结果这个小和尚就说 师父 师父 我只是保护它 吃米不让它被别的大鸟吃啊 师父在乱说 啪 次啪下去 rod一片一个 然后呢 师父就拉着它 你看那个小鸟没有受伤 就把它拉得硬拖到那边 结果拖到那边 石头盖在上面 结果老和尚把石头拿起来 鸟呢 在底下把米都吃干净 快乐的飞走了 为什么 这个小和尚是一位 有神通来修行的来的 他叫刚下法师 他就是看那些小鸟在吃 天上有老鹰 准备来吃那些小鸟 所以他赶快把石头丢过去 盖在小鸟上面 让它专行吃 各位 修行能不能修到这样 可以的 有慈悲又有神通 神通是真的 眼睛可以看到你的过去世 你过去世是一个人 他过去是一条狗 他过去是做什么 人可以修到有神通 你心里在想什么他也知道 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 全部知道 所以各位你要不要有神通 你要怎么修 如果你希望眼睛有神通 你要修到眼睛不会乱看 不会想要看电视 看帅哥看美女 你眼睛就通了 简不简单 很简单只是你不想做 对不对 你看到美女就会掉下来 你看到卡通影片 就不想要写作业了 因为你动不了 然后你心里要不要有神通 你心里不会生气 没有欲望 你就可以看到过去世 爸爸过去世是美国人 妈妈过去世是什么 你都可以知道 咳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